这个车灯是我原来装了 大家有时候等会儿装车灯也行 现在装车灯 车灯装好了就先放在这里 然后就是装电池 大家看一下电池摆放 因为我放上车灯了 电池就稍微有一定暗示 然后当你装的时候可以后来装车灯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池的摆放 是这样摆放的 我们同时会 就三个这样的 三个这样的电池固定片 螺丝都在着 这是套件 如果这是整个套件 螺丝都在着 装板子之前 我给大家说 先把这几个铜库栽上 栽上之后 用钳子稍微打打紧 不要硬凝 如果你用利凝 把这个东西凝断里面了 那是你的问题 我给大家解释 我不可能手把手的 交给你 我真的手把手交给你 我不可能你买个车 我再送我再去个人 去个人给你装车 对不对 我说话 有好多客户感觉的 我说话不好听 好听的是 好听你说好听的 有用也没有用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好听有啥用啊 这个东西实在的实实在在的 对不对 是的 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 别人 我还不 我还不 圈着你 对吧 大家这样 装这个板 这个板啊 是一个转接板 因为这个 为什么要抓这个转接板啊 大家这个车底原来是按照德国那个 它发 德国的发 是86x105的安装口 我们现在这个改了 我们现在改120120尺内了 所以说大家你要你要是你装的时候 你要装四个柱啊 因为我今天直接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装在这个 装这四个啊 然后底下装四个柱 然后把这个板子这样装啊 因为大家可能说肯定有些骂我啊 就是说话不好听 今天我刚才说的说话好听没有用 好听就发现了 这吧 大家实实在在 不实在给你 因为我不需要 我因为我们做这种棉花 我不需要给你 我是虚的 我虚的 我说这个车都跑50公里 当时你跑不了 那是你人的问题 对不对 我就说这个车都跑50公里 你跑了就行了 还有人就是不停的问 你这车安全保险啊 会不会倒啊 未来的事情都没有用 记着啊 我说实话 人人人不 驾驶人不行 肯定会倒啊 不管怎么操作 你怎么不会打他 对不对 他跑 本来就是跑那么多公里 他一个超速 不停的超速 你肯定说超速有保护啊 是啊 超速有保护啊 航天飞机有没有保护 大家说航天飞机有保护吗 对不对 好几十亿的东西 航天飞机有保护啊 对不对 会不会换 然后保马车 一百多万 几百万的 保马车 那跑车 几百万的跑车 有没有保护 保护错是相当好的 会不会换超速 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在于人 对不对 说话不好听 大家去 呃 讲久了点啊 就是我真的呢 就是那人 上车都要跑几十公里的 他跑几十公里 然后安全就靠 往靠车给你安全的 记着 那是错误的啊 靠谁 在这个世界上靠贼就不如靠自己 这句话 这句话应该明白 啊 大家装主板 这里要塞四根柱子 刚才我跟你大家说 我是在那 我是在那 原因就是因为我 我是做了测试 等于我还要拆了 啊 第一步我们要装主板 主板这样转哈 大家看着 刚才可能没有告诉大家 就是车体的方向 车体的方向 这样大家看着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就是 等于拿着钱拿着后 你就往上我现在装 你我怎么装 你怎么装 装最后你 你就知道哪个地方 前面哪个地方是后边的啊 因为螺丝设计都比较靠近 所以说大家装慢一点 然后不用急 因为DIY DIY不就是手工的意思吗 手工是吧 手工我们第二块 就不是出了热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 这个我们这套主板是这一次改进 关于我们专门有一个叫主板教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主板是采用了这个 速度更快的啊 我们采用72兆的速度处理 原来德国那个就是我们原来代表板呢 德国的基础是16兆处理速度 就你想想我们现在处理处理成一样这个快了4.5倍 因为你讲的开发业也搞不明白啊 你就像我们处理速度快了4.5倍了 然后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检测一次车尾自拆 我们一秒钟多检测200次 我们现在一秒钟检测200次车尾自拆 大家肯定想你老王能做到一天一秒钟能检测200次吧 记着一秒钟检测一千步都可能 都是可以的 还正常 就是说有没有那个不要 我们现在就检测200次 5毫米检测一次 做出处理 系统会自动判断 这个关于这单面机的技术 我们在这里不减 我们只减日大致讲一下 我们现在车的技术 首先这个主板就这样装好了 我们现在装副板 要把副板也装上 我们副板装一副板的功能 大家应该在那个 我们还有一个照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仔仔细细的 大家装上一定要看好 看好这个方向 培线 培线的方向 一定要做培线的方向 然后装螺丝的位置 然后点 可能我说话比较快 大家 大家有时候看不明白的时候 翻过来看一下 这样 这样就装上了 装上了之后 这样把这个把这个线 就是从副板过来这跟线插在这地方 等会因为现在为啥插上 因为线越来越多了 一会你插不上去找不到了 一会还乱 对不对 大家装好之后放在这里 然后就是把编码器的线插上 大家看着上面一共有点编码器 如果大家忘了插编码器怎么办 忘了插编码器不工作 这套主板 还有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板子 离开编码器是不工作的 不稳定 大家 骑了 都骑过德国的那个车 德国的方案那个车 不稳定 现在我们更加稳定的 就是让它精确了 因为我们这个编码器处理 处理的是 电机转移圈 1024线 轮胎转移圈 输出 高低脉冲 总和是 17408这个408个点 买成 然后我们可以精确到0.02度 就是电机转 精确到0.02度 这次我们做了这个处理 我们会 因为我们就 系统会自动运算的 它左右电机 左右的电机 出现的差距 当时在德国那套程序 为什么出现了 因为出现了不稳定状态 你想想电机没有反馈 不知道电机赚多少钱 当这个电机在行走过程中 因为遇到的障碍不一样 它会产生的阻力 也是不一样的 你包括人站的偏了 人靠这儿站了 靠那儿站了 然后遇到的障碍不一样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造成这个 电机转速不一样 出现人差 出现人差之后 怎么办 它就不会稳定 对不对 然后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加了追究 加了追究 刚才是我跟大家讲 它真的检测左右 但是还是具体检测不到 电机到底赚了多少钱 现在我们做出来 就是通过编码器 通过编码器 反馈的信号 主新变运算 然后知道电机赚了多少钱 电机两个之间 也没有出现差距 出现差距自动弥补 补上这一块 对不对 这个就是相当相比比 这就是代替了轮骨电机 为啥我们现在不采用轮骨电机 因为第一 市面上没有套价 配套的套价 第二 轮骨电机不扭矩很小 效率很差 因为它没有减速 接就行了 这都没有什么规格 你可以接第二遍 也行 那个没办 那个东西 这都没有什么 在公司上 第二个 接这个 大家看一下 从那个视频里肯定能看到颜色 因为是这三个电池是串联的 三个电池是串联的 这样就把电池串起来了 大家扶 这样子 一定要把线装直 因为我们这一次采用的就是螺丝式的了 不是插片式的了 大家上这个螺丝的时候也不要很用力的上 因为你上上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这个把这个上坏了 最后还没上好 把电池把那个螺丝给上出来了 这样上好了 做东西要装的凤瓶树直的嘛 对吧 这样 装好了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根线 刚才没有装上 就是这根线 大家会研究说到这根线 可能短一点 也可能长一点 我现在就这根线是干啥 这根你递一下 找螺丝 这根线是装在电机的屁股上 可能我手挡着你看不着 然后这样你就可能看明白了 大家这样装的时候一定要现铝和整整齐机的啊 装到后面就知道 然后大家肯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那我我这个吃 我这个电机本身就在车底下装着 和主板这个截地上 那我还为什么还接这根线 因为抗干扰啊 因为抗干扰这件事 你接 你接上会烫一点 不接它也影响不大 但是说 大家做单变离的都应该知道 不知道哪一天死鸡 也死鸡这个东西不知道哪一天来了 为啥死鸡 有时候干扰 因为主板装在这个车体里面 这个两个打刺铁在这 然后插出来电光滑 都有可能造成干扰 这是不可避免的啊 所以说要接个地线 接在这地方 啊 接了地线之后 刚才我想说啥的 既然把这个地线接上啊 接在这个主板的四个螺子上 任何两个一个螺子都行 因为我们这个主板这次做了铺地主力 啊 还有一根线就是大家会建到这根线啊 带着这个插头的 记着啊 大家看好了 就在这个插头的线啊 这个插头 这根线就是充电的线 领域留的啊 首先 首先 首先这个一下 这个一下 这个就是腹底啊 不要接在那 接特了 刚才接特了啊 接在这个地方 接在这个地方 然后正直 正直就进